注意看,当多名外国选手凭借出色的发挥在比赛中拿到高分后 现场竟然出现了质疑中国队的声音 他们认为自上次中国选手杨浩和练俊杰丢掉金牌后 中国跳水梦之队已经跌落了神坛 此次一众外国选手表现又这么好 一定还可以去摸一摸老虎的屁股 正在他们还在畅想未来之时 中国选手杨浩和练俊杰面色冷峻地站上了赛场 而他们接下来的表现让所有外国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2023年8月5日,坐标德国柏林欧罗巴体育馆内 这场德国跳水世界杯男子双人试米台的决赛将在此打响 比赛还没开始场馆里就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不管是对于外国队还是中国队来说 这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的 要知道在之前的日本福岡市井赛中 澳大利亚选手卢梭超长发挥 竟然从杨浩和练俊杰的手中抢走了一枚金牌 这也是福岡市井赛我们中国队唯一丢失的金牌 这样的结果让所有外国跳水队都看到了希望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众多外国选手都跃跃欲试 纷纷想打败中国队证明自己 但复仇心切的杨浩和练俊杰会给他们机会吗